一名男子早上在觀衝接種中心 說已接種疫苗之後不舒服 報稱不舒服的男子 由中心職員陪同到伊麗莎白醫院急診室 送院時清醒 消息指早上10時多 那名男子在疫苗接種中心 接種科興疫苗之後 在監察期間感到不舒服 需要安排救護車送院 近日接連有多宗市民 接種疫苗之後死亡或嚴重異常事件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 市民對長者不適合接種疫苗 有錯誤提法 長期病患或年長人士 不適合打疫苗的說法 其實是一個嚴重的錯覺 所有現在我們用著一些新冠肺炎的疫苗 都沒有跡象 譬如是年老的人 或者長期病患者 他有比較嚴重的副作用 是沒有這件事 亦都沒有說 即是說你有三高也好 裡面是會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是會引致譬如是中風 或者是心臟病的問題 政府在譬如說 他推出這些監察之前 其實是沒有將一些訊息 我估計給大家聽 變成一發生這個案 就覺得有點虛驚 我提醒你 你很想在那邊 你不確定